好继续带您来看到 花年县议会第20届第一次定期大会 16号的上午 由县议员吴东升进行县政总质询 针对日出香榭大道的美关排水问题 美轮山和钟列祠的修缮开口契约 以及县府能够还债务30多亿提出了质询 花年县议会第20届第一次定期大会 16日上午由县议员吴东升进行县政总质询 针对美轮山和钟列祠的紧急修缮问题 县府没有成立开口契约 导致议员的建议款无法使用 鉴请县府能够成立开口契约 另外花年县府财政困难 竟然能还款30多亿 也请县府财政处说明 并针对日出香榭大道的美关和排水修缮等问题提出质询 大方向由县府来统一规划 那希望能够将开口契约年度的 不管是道路的修缮 还是排水沟 甚至运动器材 这一些能够让地方士生的建议款项 进入开口合约里面 来只要民众有需求 经过审核 经过会看之后 就能够立即的来改善 来解决民众的困扰 透过跟处长的探讨 知道花年的财政 目前还是属于困难的地方 但是这十几年来 陆陆续续长短债 还了32亿元 那光是短债的部分 还款就让每个月省了三千多万 每年省下三千多万的利息 这一些财政虽然不是很好 但是花莲县政府还是全力的来做 这一些都是 花莲继续永续经营的方向 希望继续能够保持 日出大大的部分 由于过去是因为排水的功能为主 但是既然湘海已经高了 用天然的食材这一方面 动生给予相当的肯定 因为只有这样子 才能做出百年的建设 让这一条的建设 让不管是国内外的旅客 都可以感觉得到 甚至未来在文化的展演上 也请文化局这边的部分 要来做好 那至于周遭除了这一个排水的改善 然后地方环境的改善 增加年轻人回流 那另外相当过去 还是会淹水的地方 就在前面的重庆路 这些大牌香含要继续的做 甚至要接到花莲市工所的排水沟 但是花莲市工所由于财政困难 希望县府这边要全力的来协助 我们之后把曲牌的排水沟 改善之后才能够流入大牌 才能够保证当地的区域不再淹水